我国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低于印度,仍高于欧美,原因何在呢? 朋友们好,我是心血管汤医生 根据国家卫健委6月17号发布的消息 我国慢性病防控工作的核心 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这个指标比印度来说有手降低 但仍然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 所谓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 世界卫生组织将发生在30到74岁之间的死亡定义为过早死亡 这部分人群之所以被关注是因为 第一点,这部分人群是社会的重要劳动力 人群过早死亡率增高,将极大影响社会的生产力水平 阻碍社会可持续发展 第二,慢性病是导致人群过早死亡的主要原因 我国居民心脑血管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 这四大类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达到15.3% 第三,慢性疾病过早死亡率水平体现了慢性病防控水平 反映出慢性病预防、治疗、康复管理等多个方面的综合实力 我国目前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低于印度、俄罗斯 但和美国、日韩仍有差距 怎样才能降低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呢? 这需要社会的共同努力 从大众健康的自身角度需要认真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变生活方式 目前心脑血管病是危害最大的健康问题 而导致这些问题的关键因素和不当的生活方式直接相关 其中,高盐饮食对高血压、中风、动脉周样硬化贡献最大 高脂饮食、高糖饮食、博爱运动、长期吸烟都会诱发加重心脑血管病 长期大量吸烟还与某些癌症正相关 第二,调整工作节奏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猝死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作为工作岗位的中流砥柱 长期处于高压状态 心理压力大、工作强度大、过于疲劳等 都会造成儿查分安、释放增多 对心血管系统有明显的毒害作用 甚至诱发猝死的发生 第三,有健康问题需及时发现及治疗 年轻人器官有强大的代常能力 当心脏、肾脏、肝脏等出现病变时 首先是进行自身功能的代常 这时不会有症状表现 各种检查也可能正常 但如果病因不去除 任其进一步发展加重 直到出现、失在场 就会表现出各种症状 器官功能就会进入中末期 再想治疗为时已晚 因此 注意去除各种危险因素 是从根本上进行预防 平时要定期检查 及时发现潜在的问题 并加以积极控制 防止出现病情的恶化